大家好,我是DJ阿州 今天这个影片很短 只是让各位看一下 我到长沙 第一天的自由行 那住宿在朝阳村 也就是在市区 市中心的部分 住宿的旅店 它的价格 折合台币905元 那是怎么样的房间,给各位看一下 这间房间它位在23楼 基本上还好,就是晚上呢 它那个广场的地方有大妈 在跳广场舞 声音会很吵 一直到晚上10点 之后呢 才会没有他们跳舞的音乐 基本上两张 单人床 外加位于该有的都有 只是空间 有比较小 两只行李 要找地方 找空间 放置 这是我对这间酒店的一个 基本上的 感觉 补充一点 这栋大楼是 户合型的 我们订酒店的时候 要求我们房间 是五颜房 但是 烟味还是很重 因为他们 都是客满清洗 所以说也没办法 跟房间 最大的遗憾 好的 影片就拍在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麻烦您 帮我 订阅 以及 按个赞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后会有期 就会订阅